第五季向往的生活更新后,微博上出现了一个名为这一季向往的生活不好看的话题,很多人都觉得这一季确实是不如前四季了,按理来说,这一季嘉宾阵容里多了一个张艺兴,网友们的满意度应该更高才对,因为张艺兴是圈内公认的优质艺人,为人谦虚低调,性格非常讨喜。 微博作用5000万粉丝,是何久老师之外最多的,于是问题来了,为什么观众不满意呢?其实理由很简单,这一季嘉宾的生活环境太邋遢了,看过这一季节目的小伙伴都知道,为了表达勿忘初心的主题,这一季节目组选择的地方,是一个破落的小村庄,拍摄地非常简陋,房间里没有家具,厨房的屋顶已经摊了,通往房子的路还是泥泞小路,这么说吧,这样的房子, 如果出现在30年前,我们不会觉得有什么,出现在现在嘛,就有点刻意卖惨的味道了。 既然节目是向往的生活,自然应该在各个方面,都做成大家向往的样子,除了三个宝一个岛之外,建筑环境也很重要。 本期节目中,张艺兴,黄磊,何炯,张子峰,以及彭玉畅,在厨房里吃早餐,黄大厨做的是葱油饼,炒的菜是葱花鸡蛋,这样的伙食标准吗? 虽说差了点,但说的过去,毕竟养生嘛,可镜头一转,我们看到的一幕是,地上满是杂草,桌子上还有很多油屋,灶台也是刚刚敷的瓷砖。 说实话,这样的厨房环境,别说是明星了,就连普通人都无法接受吧。 不可否认,追求原生派的主题是没有错误的,但既然是综艺节目,既然是向往的生活,还是应该在细节方面做到极致的。 不管是户外真人秀,还是蓬内综艺,最基本的原则就是让观众相信你所描述的内容是真的,如果居住在这样的环境里,还可以每天开开心心,你信吗? 除了厨房之外,尺寸不合适的床垫,用凳子拼的床,这些点也都是网友们吐槽的内容。 所以,向往的生活不好看,不是剧情或者人物出了问题,而是居住环境不达标,这一点,大家get到了吗?